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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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师老 大家好 那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assessment 平壤的目的是什么 我一直想一个问题 平壤的目的在做什么 那当然呢 在这个我的教学历史当中呢 我也发现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女性的 女性大学生跟男性大学生 在这什么学生 似乎有现在一样的地方 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去 真正的去理解这样的一个差异性 我们都可能用相同的思维 去来去教导我们的学生 那当然我觉得很高兴呢 就是说在 去年的教育部计划呢 就执行了这样的一个女性大学生的 设施设计 这个课程大概就是1081学期的课程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原本是要去思考的问题 如何去评量正确的评量 男性跟女性在学习层次 程式设计的差异性 可是我发现到 还有更深层的问题 是有要再解决的 那所以说呢 我就去慢慢的发现了 首先呢 基本上没有Gate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程式设计很重要 或是已经不在话下了 但是呢 我们就发现到目前做大尊院校 基本上来说 OK 87所尽端院校 女性大学生大概32.7万 一年大概 每一个年级 就一年级大概有7.3万人 那每一年 你看有多少人要接触 程式设计这门课 有好多女生 女性大学生要接触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思考 她们的一个学习历程 跟她们的认知历程 那所以说呢 那我们又再继续去做更进步的一个了解 是说 从教育部来看好了 我们其实在 以资讯相关的科系来看 大概有35%的女大生 就女性大学生 是资讯相关的科系 可是真正到了职场 却只有20% 在从事资讯科技 相关的产业 写程式的就更少是又少了 那其实正对整个国家的一个政策发展来看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资讯上的一个 人力上的一个落差 所以从来我就仔细再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那当然我是从 完全是从教育室上发现到 我在洪光科大的任教将近五年的时间 我发现到女生在写程式 其实整个学习态度动机都相当不错 可是一等到做专题的时候 就通通就是男生写程式 女生作文书 就这样 我曾经有一组三个女生 结果他们写程式 后来有一个男生交易 就男生来写 女生整个都写作文书 那所以就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后来慢慢看到了 从刚开始的一个 从初阶的一直到进阶的程式设计 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性 那当然我也发现到 从基础的课程 就是最简单的一些程式设计课程 不管是C Sharp或C++ 这些很初阶的课程 一直到最后我要做一些应用 跟问题的解决 是进阶的 那也可以发现到它的一个差异性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其实就蛮发现到 就是说其实女生不管在学习态度 它的意图动机都比男生要来得好 可是最后的一个结果 特别在做专题的时候 都是男生在写程式 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 那当然我就开始就说 而且更近步来看 我就发现到是说 等到毕业的那一天的时候 我问女生要不要写程式 我的学生也都女生在写程式 毕业要不要说 老师我再考虑一下 我再想想看 所以说这个问题一直让我思索很久 我就是说有关于毕业之后 很鲜少去从事相关的一个工作 那当然这时候呢 我的研究目的是非常简单的 我只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 我希望从教育的现场 从女性的观点 去理解我们的课程内容 跟我们的教学方式 第二个 那我的整个过程 是透过行动研究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去了解整个的一个过程 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建构 相关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理论模型 那当然最后我希望发展出一个 比较适合女性来学习的一个 课程的一个设计 教学的模式 还有她的一个说的内容 当初我在做这个过程 然后我感觉这一年的计划 感觉事情要做了很多 就这个样子 我实在没有办法做完 那所以说呢 当然在这儿 我有做了一些trade up 的问题 那后来我真的会跟各位市长报告 我透过这个研究 我终于发现到一个 对自我的一个反攻自行 我感觉 你不太会教程式 特别是对女性 我们忽略掉了一些东西 那当然我在这时候也不分享我的观点 那当然这个我想 从一个性别跟程式设计的过程当中 我想自我项目的部分 我感觉郑教授刚才已经提到 我在赠述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即使在程式设计过程 它牵涉到不同的认知阶段跟历程 但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到 第二个那当然也会因为文化因素 自我效能 还有整个学习模式 对女生都会产生很大的不同的影响 好 然后再来进一步来说 如果今天 因为我现在在土地工作 我发现到一个quadified 一个program 大概至少五年到十年 五年到十年才有办法 好 来是一个好的一个program 那所以说呢 一个初学到这个专家大概要八十年 那当然呢 我们目前整个教的是OO 其实从传统的这种 的一个程式一直到现在OO 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说好了 对学生来说 应该比以前更容易一些 而且另外一个点 越来越多视觉化的一些开发工具 相对是比较容易的 那当然呢 那后来我这里也发现 实用工具 开发环境 初学者 都会影响 OK 好 那当然我进一步来 那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我是用PPL的教学法 就是说透过问题的一个设计 去让女大生 因为基本上来说在整个IRP过程当中 我不可能男女分开 但是呢我会去透过事后的一些追踪了解 来去了解女大生在这学习过程中 跟男大生的一些差异性 好 那当然我的问题很简单 可能就是说 女大生不管在她的学习态度 均余于男性同学之后的情况底下 但是她的一个程式的作业 还有她的专题 OK 基本上来说 都会跟男大生有一些差异性 那当然毕业之后呢更鲜少来从事 因为从整个一个劳动部就可以发现到 从教育部我们有35%的女大生是从事资讯 但是真正的一个劳动力是只有20% 那其实这有蛮大段的一个落差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那也是我当中为什么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说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评量 评量的目的何在 我们是不是对这些在性别上 我们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认知跟理解 那当然在整个研究策略上 我想教师技师研究者 我想这个我在赘述了 我想各位师长应该怎么去了解 当然这是我整个过程当中 第一个我在每一个阶段听说 我了解女大生整个程式设计课程的一个 他的一个学习的状况跟技巧 还有到底我在问题的设计的范围又怎么去界定他 另外一个你去了解学生在这学习的过程当中 所遭遇一些困难的问题 那当然我用透过的文献啊 焦点团体啊 深入访访等等 去了解所有女大生在这学习的一个处境 另外一点呢 同时去厘清整个问题的增结 还有大家整个情境 当然它会一直在我的整个教学的一个行动方案 也会调整 进步的我的整个评量 assessment也会在那时候做初步的一些做一些调整 来比较适合 OK 那当然我就会发展我的整个教学的一个行动的一个策略方案 还有整个解释的知性的过程 那当然我就会去搜集这些资料 然后去做进一步的分析讨论等等 那最后撰写相关的一个成果报告 那当然在整个行动研究过程当中 我大概访谈了65位学生 大概就是我们资管系 大概每一个班级大概有20位左右 20位里面有8个班级160位 那因为大一我比较没有访谈 因为大概应该也有 那所以说我一共访谈65位的 一到四年级55位女大生 然后三位志工系的学生 然后十位男大生 我想了解之前的一个差异性在什么地方 那当然他们都必须要写知性同意书 大概每一个学生我访谈 大概40到60分钟左右 然后同时我也进行了交点团体 大概有10场 把所有女大生找来 我想要了解说 在这学习历程 他们遭遇了一些困难 跟我们需要的一些了解 然后大概每一场 大概5到8个时间 60到80个 大概我这样整理 大概有100万只 我就开始去爬出里面 到底女大生在这学习过程 到底遭遇了些什么问题 那当然 因为做这样的研究 当然我们还是 要不然 没有一些离经 可能学生也不太愿意 因为花那么多时间 跟老师来聊聊天 可能学生意愿也不太高 那所以说呢 但我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同学愿意 来跟我一起交换意见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不 也正对里面的教材 影片 讲义等等 来做去重新检视 那整个收集工具 不管是它的一个访谈大单 錄音设备 我的观察笔径 那当然我都会做Data 还有Infiscator 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了解 我在研究的历程当中 有没有疏漏之处 好 那这是我的 那当然呢 我是以PPL的过程当中 那当然 他们基本上来说是 大一的课程 OK 大一 那我希望是说 为他们开始铺成是说 在整个软体开发过程当中 应该有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因此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会开始是说 从软体开发历程的每一个阶段里面 针对PPL 应该说针对整个的一个 行动问题策略 从问题的探索 然后呢 资料的收集 问题的解决 一直到整个学习反思 每一个阶段 大概会经历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历程 就是每一个阶段 那同时在程式设计的过程当中 把这些概念慢慢的带进去 就是慢慢的带 就这个样子 好 那进一步来看好了 那当然 那用每个例如说语需求分析来说 我这个怎么教训 其实我是在mix代表 我不是准确之号 教这些语法 我就是把这些通通带进去 你可能会用到哪些语法 哪些的一个逻辑 不管是条件 回去等等 我就把它带进去 然后呢 我再去进一步的评量 那当然在这个开发过程当中 我会用到一些 例如说用新制图啦 然后我的问题会说 怎么样去判断使用者的一个需求 如果你今天 要开发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会用到这些语法 但是一定要对你解决的问题 那所以说呢 我就会告诉说 那这样如果今天使用者的需求 还有正确性 如果需求分析不一致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 来解决这样 最后怎么样去透过沟通 来确认整个的需求 那所以说我就基本上来说 开始这样每一个 每一个每一个阶段 这样开始 透过这样的一个教训模式 PPL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 最后在每一个阶段里面 第一个 培养它沟通机 培养它资料标准 那当然 陈述的功能 那当然同时 我也在培养它的一个Coding Skin 透过这样的一个教训模式的一个方式 好 那当然呢 我就以PPL为基础 那当然 因为 当然 因为这个是相关的一个研究 所以说 我一定会有一些额外的APPL 那这些APPL就是 我会提供一年纪的女生 大概每两个礼拜 我会把15个女生通通找来 然后稍微跟他们讲一下 这东西 就这个样子 那怎么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基础概念是 他们需要理解的 那当然呢 每一次受课来 我会带你同学 大概好 专题实作 就是期末 大概2到4小时 然后呢 我会把所有问题都写在黑板上面 就是把这些问题 我不会全部写 但是我会给他们这些资料 那解论 让他们去理解 然后今天你上的这些课程 因为我们是三小时 你看说 三学分四小时的课 那所以说呢 在没讲的时候 大概就会跟他们忙 那当然了 这个过程当中 包含课程的探讨 问题的讨论 专题的训练 课后的扶导 还会聘助 这样的一个计划的 一个执行跟推动 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在思考是说 怎么样评量 才是一个有效的评量 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不外部是过程的评量 还有最后结果的评量 那在过程的评量 这个formative assessment的部分 那当然科学语习 课中学习 课后复习 都会评 我通通会去搜集这些资料 然后配合相关的一个问卷了解 来做搭配 看看他们说的 跟他们做出来的一个结果 再来呢 我也会做 summative的一个assessment 就是 我有效果集中期末考 还有期末考 当然我也有 教学买语度的一个问卷 这些全部都要做 那当然 光这样 蛮花时间的 那当然如果课前运行 那因为我都有教训影片 我全部都有 所以说他们必须 在上课之前先去看 就这样 那课中的时候呢 我大概就 过程会有五道题 然后呢 你到网络的 我们的教训频 你要贴五个贴文 就这样子 那属于个人的 就这样子 然后再来呢 课中呢 我就是依旧有个上课 那每一次呢 大概我有小小时期 就是很快 那个意外蛮容易一下 就我要了解你们自己看的 有没有一些心得 然后呢每次呢 二到三个列行作业 那每一节课 我都会不定时间点 就这样 我可能是在第一分钟点名 第二节课 是在最后一分钟点名 第三节课 可能是在中间点名 那当然我的点名方式 博外乎 就是用类似雷达点名 数字点名 用Rubia点名 很多种方式 那我要了解学生的意思 那这课后附近呢 就是家庭作业 大概每三到 一个学期 三到四周 一个月左右 会有一次家庭作业 你就这tack home的 回去慢慢寻 就这个样子 那当然 这里呢 我就会个人成绩 还有个人成绩 还有个人成绩 加个人成绩 加个人成绩 就是你要互评 大家评 大家有没有贡献 我怕大家都可能有同学 不太有贡献的 就这样子 那当然 最后我也会有问卷 就这个样子 就是老师 老师同彩 还有个人的制品等等 那才无能量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然后呢 在期末座的评分标准 在这里 书面报告 报告的影片 他们都要做影片 他们在学期做了些什么东西 都要做一个影片 然后还有整个报告的标准 在什么地方 操作手册的原则上 我这里都会告诉人 学生我有这样的一个评分标准 就是说 在整个评量的过程 我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那当然他们就有一些 比较还不错的一些回馈 的一个给老师 那当然 这是我做的一些 所有的访谈大 还有所有的录音大 那当然 因为这个部分 我也做了好论坛 就是我找 比较 我觉得这一位讲的非常很有趣 他在写真字 他已经写了三十年 他只有写了一句 知识者不如耗资者 耗资者不如乐资者 写成是要认为有趣 有乐趣 就这样 这让我印象蛮深刻的 然后呢 就是所有的影片 我全部拿出来检讨 因为学生看了好 他看我就全部在检讨 就是重新再耗资一次 就这个样子 然后呢 最后我有六个论述 那第一个论述 女大生从事设计的工作 比例偏例 与文化价值脉络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我第一个论述 而为什么呢 是说因为在文化文化 有很多女生 他们说 我问他们有没有同学 同才认识了写程式 其实他们都说没有 当然既定的价值观是什么 这些价值观 就是刻板印象中 男生适合理工 女生适合文书 男生逻辑好 女生逻辑差 男生走端 女生走文书 有这样子 法男基本上 大概都会给我 我会理解 第二个 那从这里我想说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论述就是 性别建构是因为社会观点的建构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 所以说我会办论坛 希望 那我后来再深入问女学生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逻辑很差 其实女大生都觉得不会 但是实际行为就会 就这个样子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女性大学生在城市设计课程的 合作学习跟互动模式 跟男生完全不同 这我也是很好奇的 就是什么意思 我后来发现到 女大生学习 我们都会分组学习 可是女大生跟男大生的分组 概念不一样 女大生那叫做什么 陪伴关系 而且要有归属感 跟男大生有伴没伴 叫伙伴关系 其实意义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那一次 女大生跟我讲说 我就喜欢跟我的闺蜜聊天小八卦 然后再看看城市 就这样子 我后来重新去理解 就是说 所以男大生之间 它是一种伙伴关系 好第三个 女大生在城市设计的群词 这跟男大生 我这样说好了 基本上来说 女大生在这学习过程当中 他们都认为 但是男 就是老师通常会不自觉 的一个忽略到的 他的一个性别差异 所以说他们的学习方式 跟男生也有一些差别 好那我进一步看说 老师的教学策略模式方式 都会影响女大生 我问过 他们有给男老师教过 也有给女老师教过 也都不一样 女老师会用他女学生 比较懂的语言 去表达他的城市 逻辑的很多相关的概念 OK 那男老师呢 他就会说 对男老师要这样好 交案啊 速度好 可能好 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那女大生了解 第一个 第二个我发现到女大生呢 就是女老师 常常会用女大生 他比较听得懂的方式来说明 那当然这就有一个有趣向 很多资讯都是男老师 就这样子 居多 就有一些些深远的一些影响 但是是不是 因为我也想针对这个部分 做更深度的了解 还有女大生在课堂 解题的技巧 跟男大生是不一样的 女大生如果有不懂 他都会喜欢四个字 追根就底 但是男大生基本上来说 他就会采取 例如讨论啊 暴力啊 就好了 老师就这样说 我就这样子做了 就这样子 那最后一个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也是我跟女大生 后来在访谈上了解 是说 第一个 每一个人都学过四到五种程式语言 但是他们认为 每一个程式语言 都不一样 长得都不一样 可是对我们在学习 程式语言 你只要是逻辑通的 大概应该都差不多了 只是语法的差一线 但是对女大生来说 他们发现到 好像是不一样 他们认为就是不一样 但是我又访谈了 身为志工性 女大生 他们说跟男生的说法 是比较一致的 好 那所以说 最后我简单一个 做一个简单的结论跟建议 就是说 第一个在这个研究计划里面 我大概做了这么多的一个访谈了解 然后我也做这样的评量 大概有这六个论述 这第一个 第二个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最主要是希望提升整个女大生 对于问题的一个探究的能力 那当然这一个计划 也让主心去摆设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正确的评量 他们的学习成效 一直还是我在思索的一种方式 就这个样子 那最后当然 最后有一些成果 那请参与这五再对数 最后我知道 面对差异 只能解决差异 我们需要面对这样的差异性 才有机会解决这种差异性 这是我 最后一个 后来当然做研究过程 我又发现到一个 因为我在做PPL教学的时候 又发现到 PPL教学的核心 是问题的品质 一个好问题 真正一个好问题 才能够 让学生能够脑力激浪 改变学习 学生的一个学习的一个互动模式 改善他的一个学习 发掘他的一个解决策略 重塑 那最后当然 这次我又为了这个好问题 那我现在用设计思考的方式 来如何设计一个好问题 就是在程式课程里面 我怎么设计一个好问题 让学生可以有这样的学习 特别是针对女大生 所以说我现在将近有十位女大生 就是用设计思考 来设计程式设计的问题 好 那跟各位市长报告 那以上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 那通请各位市长来指导 谢谢 因为我是女生 是我对这个题目非常感兴趣 我想问一下老师有没有进一步去研究说 比如说哪些概念对女生特别很难 可是男生可能不是很难 还有就是他们的学习路径会不会不一样 就是都要学的 反正这个都要学 可是他可能路径在走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谢谢 我目前有在做 我怎么做呢 我现在是用VR的技术 针对条件回圈 我去做i-tracking 他们怎么解体 我正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专门做 应该是这样子 做这个 他们的一个认知历程 就是我让他代VR连接 然后我把题目写在上面 比如说回圈 他有红点 我去追踪他怎么样去判每一个程式 所以说我是利用这样 我现在目前已经在做这样的一个方面的研究是 了解女生怎么去理解一个程式的一个概念 不管是条件 回圈 或者一些物件的一个概念 现在我已经在做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研究计划 那以上是我们 我想问一个 你知道简单问题 因为程式员 毕竟跟英文一样 对我们都很困难 那怎么样去辅导那个 关于程式员 就是程式上漏差的趋势 困难趋势的事情 这个是好问题 有点把我问到了 因为其实 应该这样是我简单的回应一下好了 针对这样 你刚才说的一个落差 我应该这样说 特别应该说 如果就这个研究 我现在请针对女性来说好了 我只是采一个多管倾向的方式 第一个 不管是一个社会偏见的问题 第二个它的一个学习历程 还有它的极其策略的部分 因为它的极其策略不一样 那我整个评价方式全部 我简单告诉我说 我对我的评价却不叫主作 我可能就不在传统的方式 来看怎么样的应验 那所以说我会跟老师您报告是 下学期我的程式设计课程 基本上来说 我就会找六位助教来协助 来协助 进一步了解说 在这个落差底下 我还有没有什么样的 因应的解决的 还有评量的方式 所以说 我现在已经在构思下学期 我的程式设计课程 准备是这样的进行方式 那简单的说明 真的世界上的关系 我知道大家都跟我一样 其实我也很想问 但是世界上没有办法 不过呢 最后还是要让我讲一下下就好 就是说我在自信中心组 台词到自信中心服务 其实我要跟各位讲 我们自信中心中在开发 那个消息证的那个组 男女生的比例差不多是1比1 所以呢 多给我们女性的这个女大师 多给他们的信心 男生行 女生也一样行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谢谢曾老师 回应一下就是我们的 我在图字中心 我们软体组 男女生比例也是1比1 是 也是1比1 女生也是可以行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真正在职场 都勾给他们一些信心 好 那我们谢谢曾老师 还有这个 还有段老师两位 今天呢 给他一个人非常精彩 演奏 谢谢